触控战场一触即发 除了触控面板厂龙头陈宏加入战局之外 面板厂友达群创都积极跨入了领域 友达更是以整合型触控技术 成功抢下了大概两成的触控笔电视战 再加上Sony 4K 2K大电视热卖 渴望推升下半年获利表现 4K大电视顾名思义比一般HD解析度还要高出4倍 画质清晰好到没话说 Sony靠着4K 2K大电视热销 其中的面板就是采用台湾厂友达 由于4K 2K是毛利较高产品 渴望在面板价格下跌压力下 提升友达获利水准 不像传统的旺季这么旺 但是呢订单的状况都还算蛮顺利 预计在10月30号举办法说会 总经理彭帅浪亲自出席揭露第三季财报 同时也将说明第四季展望 不过友达不只在面板积极布局 触控市场同样也没放弃 以整合型触控技术 成功抢下约两层触控笔电视站 让触控面板厂龙头陈宏处于备战状态 触控时代来临 根据统计第三季有达抢下的触控NB订单 平均每月出货量达35万片 陈宏却只有25到30万片 为了加速产能 位于平坛的5.5代OGS新产能 明年第一季就能量产 加上外船群创和LGD也正磨刀祸祸 准备跨入触控业务 宣告触控面板大战一触即发 林宋庆佛 看不到